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有些人可能在那里工作 就是华人 台湾人 然后有些家人住在那里 所以其实呢 这个事情就等于是说 虽然在美国西岸 但是好像我打开脸书都会看到 朋友圈大家在发文这样子 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照片 我看到那照片是有一点被吓到 好当然你也看过就是 整个比如说旧金山都是烟雾 他们说像世界末日 然后连金门大桥都不见了 就只看到一滴滴一麦一麦这样 就是那个污染的程度啊 烟尘啊火啊雾啊有多严重 我是看到一张什么照片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我们飞机起飞之后 你会看窗外会有云层对不对 假设云层多的时候 我看到一张照片就是 铺了云层 但是那个云它不是很厚 所以它每一小朵每一小朵 中间是什么红色的就是火光啊 所以它整个窗外拍到这一片云 下面都是红色的耶 就是那个火啊 那个还是在烧相当恐怖 那它已经烧到三个就是西岸的三个州 加州 奥勒冈州 然后整个这样烧 一直从交到奥勒冈州 然后他们说烧这个烟尘 经过阳光的折射 就人家说 现在我们好像在火星 这样子 嗯 他们有西火跟北部什么复合山火等等 就越烧越大连城一起 湾区 大家通常讲那个旧金山湾区是 史上连续最长天数有25天是 不健康的空气品质 这样子 就我的记录是2018年 就是两年前 它有14天 那CNN呢 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呢 他们解释说 森林大火烧出的烟跟沉 就像大自然版的社群媒体 IG的滤镜哦 好可怕哦 他说因为它会分散波长比较短的蓝跟绿 所以肉眼看不见 那波长呢 比较长的红跟黄就会穿透而出 这个滤镜就造成这样的效果 所以你会觉得很恐怖 红跟黄是特别明显 就像我讲的那个云 我其实看到的照片 我就噢咻 等于你窗外看出去那一大片的下面 它都在烧那个火光 你会觉得蛮恐怖 然后我看到新闻报道就是 应该在奥勒冈中有人在露营 然后他是在一个湖边 就没想到旁边的森林 烧到湖边了 怎么办 这一家人呢 全部跳到湖里面去 然后呢 其实现在奥勒冈中你知道也很冷了 因为也九月了嘛 他真的很靠北边 而且奥勒冈中是唯一 一个全年几乎都有雪的地方 这样你就有概念了 就他的维度会比较高一点 那群人就跳到湖里面 因为火已经烧过来了嘛 冷死 他们说快被冻死了 然后就一直求救啊 然后发出信号 或者是就是用手机啊 告诉人什么 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最后还好直升机过来 把他们给救走 这样子 所以你就知道这有多恐怖 他们情愿跳到这么冰冷的湖水里 这样 好 那他们说在中午的时候 现在这几个周里面 住宅区家家户户都要开灯了 够中午耶 你看像台湾现在天气还是很热啊 三十几度啊 很亮啊 然后就好像每天都在墾丁天气晴 这样的一个感觉 可是他们到中午就要开灯了 然后在漆黑中吃午餐很怪 所以他们只要开灯嘛 然后他说天空都是赤红色的 很多人觉得毛骨悚然 然后旧金山的一个居民说 我以为自己在火星天空下醒来 那你看会有多红 然后还有人在院子里种 他们也种地瓜叶 地瓜叶 结果地瓜叶上盖了 就是那种厚厚黑色的尘土 其实这次的火灾 当然天干雾燥 小心火猪 这是我们在很多 那个我们自己的那个 你知道明初戏都有看过 跟你说天干雾燥 这样 树林 有野火是一个 但是我后来看到一些新闻报导 就是有人种火 你就会觉得 他在想什么 然后有些人就是 他要去种火 还有一个 他说在 就是在加州吧 有父母在帮小孩办 类似像我们 比如说抓粥或什么的 然后 好像就是 婴幼儿 然后你知道了 他的性别 就会放一个烟火 放到那个 天干雾燥 旁边都是树林啊 你知道加州其实 植皮也蛮多的 虽然现在满山看过去 都是枯黄嘛 就是煤烧以前 也都是枯黄 因为加州缺水已经缺很多年了 这样子 你往山里放烟火 很好烧你知道吗 就烧起来了 但这些人其实 美国政府是会去把他们抓起来的 这是要判刑的 因为 是哪一个人都听不懂 就跟你讲天干雾燥 你在往林子里放烟火 这样子 好 所以现在这个状况真的是很恐怖 也有在加州 北加州定居42年的 人都说 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一个景象 上午十点 外头也是暗无天日 仿佛午夜 天空会栖栖一片暗红 那窗外的世界就是气候变迁的征兆 野火 高温 热浪 更多的旱象 更多树枯死 更极端的天后 更强的风 那所以呢 就这种高温强风 助攻之下 一发不可收拾 这样子 近三周被火势摧毁的面积已经超过220万英亩 是去年的 20倍 已经是去年20倍 从北到南 你知道这些救火队的超过2万的救火员 跟22处大型的那小火他们已经管不了了 就是大型的野火奋战 那北加州的这个奥罗维尔根天堂式情势危机 这个大火其实造成像我之前讲过就是居民要开始买那个空气清净机 然后这样的一个大火其实我很讶异是从旧近山起来 因为我们曾经从西岸的南到北的时候唯一只有到旧近山我们才能够 喘一口气有凉风 那在就是那个内华达州那边啊 然后Las Vegas啊 LA啊 44度 你都会觉得就是 我们是要播找自己吗 就是那个他是写66度是不是 快要燃烧我的皮肤 陶泽因为他小时候也是在LA嘛 所以可能他也是很能了解这边的一个那种干燥的那种情况下 所以这样烧下去哦 其实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Interstellar 就是现在Tenet那个天能的导演诺兰拍的上一部 星际传阅 你记得那时候他们那些太空人为什么要去外太空吗 为什么要去带着一些基因什么什么就是受精卵什么的 就要到外太空去 就是地球已经不能住人了 所以其实这太空人之前他被骗出去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是永远不能回来 但他挂念了他的女儿 所以他反正就利用什么黑洞啊 五维空间最后还是传达了他的讯息 但是你现在去看那部片 他们那个地球样子就是现在加州西部的样子 加州西岸的样子 什么就是一直那个什么玉米田都烧起来了 然后那个桌上都是灰尘 就是那个沙就像北京之前的沙尘暴 我有朋友讲 他说你那个窗户怎么关得紧 窗旁边那个缝怎么放毛巾 你家里有黄沙 你想他怎么进来的 太多太大太浓太密了 所以这个是真的地球的异象正在产生 好我们现在听听一首歌是来自林佑嘉 这首歌叫做兜圈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 刚刚在讲这个美国的这个西部的大火 这是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我现在在想要怎么办 因为你看旧金山其实后来变成 应该算是全美房价最高的地方了 已经好像已经不输纽约了 然后东岸过去是生活指数也比西岸高 那但是呢 你看不管Google咯 或是苹果咯 Facebook什么大分在西岸对不对 但是他们也鼓励远端上班 就是你不用过来这边上 那甚至你不在同一个州都可以 然后再加上就长年来的干旱大火 其实你讲干旱大火 这当然会影响生活 还有一个就是缺水 缺水非常严重 我记得那时候 从LA一路开到旧金山的路上 你都会看到 就是两旁是干枯的 然后就会有一些 我不晓得是谁写的 就是一些纸牌 就是写说我们已经没有睡了 我们没有睡 可能是果园 他就写出来 意思就是说 你又不用再进来了 因为我们也没有睡 但这个很奇妙 是快到旧金山的时候 又会有些路边摊卖水果 就是卖这样一盆一盆的 什么樱桃啊 苹果啊 什么等等这样子 好就是 可能本来气候是很适宜的 但是没有水分 是真的什么都种不出来 那2020年的美国人呢 他们据统计 说是近50年来最不快乐的 发生什么事 这芝加哥大学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做的民调 只有14%的美国人 表示自己非常快乐 那不太快乐的人 占23% 只有42%的美国人相信 当下一代达到自己的年龄的时候 生活水准会更好 这样子 好 好不快乐为什么 大家知道疫情吗 疫情其实大家都快乐不起来 尤其美国一直好像还是三四万 三四万每天这样在感染 这样 所以这是他们说美国人快乐程度的新低 那当然这是美国人啦 那我就会想说 台湾人呢 台湾人快乐吗 我先问一下我们这边一共三个人 请问一下 疫情之下 陈祖健 你不快乐哦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是一个很悠然自得的人 你觉得你不快乐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如果没有这个疫情 过去十分是满分 你的快乐是几分 然后现在是几分 就没有这个疫情之前 八分六分 真的哦 八分然后现在变六分 也不过才少两分 好像也听起来还好 你少这两分是为什么 你又足不出户的人 抓宝 戴口罩是真的 对对对 确实 然后现在大家知道吗 应该都知道啦 就是现在我们去公共空间 去餐厅用餐 是要实名制 你知道这件事吗 就是名字 身份证知道有没有要问到 没有 但电话确实是要留下来的 就是实名制 然后但现在看电影 好像反而没有社交距离 这个又很 很奇妙哦 就是小调皮呢 就是去餐厅要留下电话 实名制 但看电影 不用 电影做的比餐厅又近 所以这 蛮妙的 快乐指数那小竹呢 请问 你在疫情之前的快乐是几分 现在是几分 快乐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但是就是不能出国 不能去韓国 就比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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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们长年 呃一年都要回去 知道两到三次 所以快乐还是有快乐啦 只是有点闷这样 那应该也是两分掉两分 差不多 差不多是这样子 嗯 我自己个人觉得 就讲这话会不会被骂 就是我以前就有一个 我当然是希望全世界都是和平美好的 我只是很希望能够 安安静静的在自己的小窝里面 然后 可以有正当理由 不用 不用太忙碌 所以也不能说我现在很享受 而是说我本来就很喜欢 就是可以在家里画画写写东西 然后看看书看看剧 然后一天就遮阳国区聊 这样就会觉得很美好 很像那个 那个叫什么大雄的同学们 就反正就下课 下课就去公园玩 然后胖虎捏在你那里 然后回家吃饭了 然后写完功课 我又忘了写功课 然后第二天 我就一直很喜欢这种规律 当然不希望有任何的生病或死亡 这样子 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个计划 就是说 如果疫情过后 你想去哪里 应该不用问小猪就去韩国吧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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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前三名都投给韩国 你去韩国一定都在首尔吗 首尔大部分啊 大部分 首尔 但是不会去太多观光客的地方 OK 他们厉害了 像我们都会说 谁给我们一个餐厅 要去吃烤肉什么鬼了 他们就是去吃菜市场里面 就是真的很在地就对了啦 那陈吴健 疫情过后你有想去哪 泰国 泰国真的很好吃又很好玩 然后你还好吧 应该就吃跟喝嘛 对不对 玩啊 我的意思是说 有些人会去特别泰国找佛牌 就是很喜欢宗教的人 就是阿杜他本身就是很喜欢找佛牌 你知道吗 然后有些人会去泰国找药 就泰国的药膏很好用 没有哦 就什么薄荷棒啊 什么趋纹 什么东西的 那个泰国很多药还蛮好用的 还有那个阿婆肥皂 阿公肥皂都蛮好用的 我自己是很想趁 如果的疫情就是 呃疫苗出来了 然后都控制住了 我很想带小孩去土耳其 有没有想不到 因为我有个邻居 他在土耳其非常的熟 他本身是做画廊 然后他就跟我说 土耳其真的太美 你一定要去 然后当然每一个城市我想去 其实都有个画面 小竹是对的 就是菜市场 我看到土耳其的菜市场 我也觉得 你知道中东那种很迷人的地方 就是他菜市场里面 那个香料是像一个 对对对对 像一个金字塔 对对对 各种颜色的 然后什么饼啊 就是那种烤的方式 好像都用石头摇 然后那个直火 你懂我意思吗 就不是瓦斯炉或什么 啊这样 然后那个饼在那边转啊 你就会觉得 一定很好吃 一定很好吃这样 然后当然也是想去看看 他们的这个悠久的历史文化建筑 这个是我以前没想过 就土耳其以前 没有出现在我脑海里过 但我觉得是我们可能 就是太被 当然大家时间也不多 我们也没时间去探索 很多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就是老是被 日本韩国绊住了脚 光去这两个地方 你已经 以前又去香港逛街 然后还有巴厘岛度假 就这几个地方 你大概就绊了 大概十年二十年 所以我自己 有给自己一个期许 就是说 我想去不一样的地方走走 大家心都大了 也想野一野了 我们就来听这首 蔡依林的诗人漫步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 最近财政部有一个最新的统计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就是108财产赠予受赠人 估计有100多万人 男性占了60% 比女性高出21个百分点 那显示呢 这个财产赠予对象 固然有合法合理合情的 一个结税策略 但是传统观念仍然倾向 以赠予直系男性亲属 为首要考量 第一个想到就是 我们要巴结成组建 因为你看 这个传子不传女的观念人位处 你可能会得到 将来会得到大比的家产吧 有没有这个可能 你没想过 你有兄弟姐妹吗 两个都男生 都会传就是公平 然后至少我们家的话 有男有女 我目前是会把比较多的给女生 想要平衡一下这个数据 这个是不是这样子影响 你看到这个比例差那么多 或许有一些 但是我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是怎么分配 可能就是 一般的家庭还是认为 儿子如果他生了小孩 还是跟我们家姓 女儿他出去生了小孩 就是跟别人家姓 然后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有时候我觉得 这也 观念是很难改的 根深蒂固 你要去跟家人吵什么什么 然后又变得很难听 哎呦增加产咯 你就你就是我靠啊 有什么好回来争咯 我有时候觉得 人之所以会强大 是因为就是那些锻炼淬炼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反而会看到很多 拿到大笔遗产的 就不太狗 然后他就无所事事 他觉得我就在东区 骑最贵的脚踏车 晃来晃去看我的店面 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 倒了就算了 我再开另外一家 因为他钱很多 他就不是生产 然后不知道努力跟长进 那那种 从小被看不起的 然后靠自己努力的 反而后来都有一片天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就好像你知道吗 就是你看野生动物 他没有什么 我要呵护你 没有你赶快站起来吧 狮子要来了 你跑得快吗 我跑得再快 妈妈也叼不了你 然后保护你不被咬死 吃 然后变成别人的食物 所以这是不变的真理 就是说 你的能力是因为这个环境 你能够应变对抗 而逐渐习得 而且熟能生巧 越来越强大的 而不是有人就是 让你舒舒服服的 顺顺利利的 然后你躺着转 躺着吃 所以父母反而要想这一点 就是说 你如果从小就偏心 而且是就 不管偏男生偏女生 我觉得那种很明显的偏心 真的就是一个 就是有问题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 你要去看医生 这样子 你不要把这个问题再 就继续恶化 蔓延到下一代 这样 那你以为你对他好 其实未必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有在听 我知道每次在我们这个时段 很多父母在接小孩下课什么的 或有些人送补习班什么的 这是很难得的亲子时光 所以我觉得你男女平等相当相当重要 都是你生的 他都有你的样貌 你的个性脾气 学艺 每一个部分都有你 那姓氏这个事情 你觉得很重要吗 我真的觉得还好 我老公的时候也很体贴问我说 家里两个要不要给你一个 就是姓陶这样子 然后老大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名字里都是陶 我有问过他说 想不想他说 妈你有想过 但我名字会变什么 这样子 那甚至他那时候很体贴 还是体贴我妈妈还说 那儿子就不如姓陶这样子 那事实上 我是很谢谢他 但是对我啦 我个人来说 我是觉得我没有任何差别 就是 我觉得姓什么都 不是不重要而是 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开心吗 然后他能够 发挥自己身上的基因 后天的学习 然后能找到他自己 毕生愿意致力的目标 然后从中得到快乐吗 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如果你早早就知道 你家是非常的男女不平等 然后那个你爸妈对你 就是你知道吗 又摔你的碗 然后又打你的头 马上想到鬼怪 那个小女孩这样 他阿姨那样对他 那我觉得你也就往外看吧 然后你就让自己长大吧 然后好好增加自己的能力吧 你要想世界毁灭的一天 唯一离不开你的就是你的能力 不管是你冒险的能力 你应变的能力 那世界都毁灭了 加州大火了 然后很多人房子一烧 一把火就烧 烧光溜溜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自己是最重要的 自己怎么平衡 然后怎么快速从生活的挫败中 站起来的能力 是多少家产都没有办法给你的 好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谢谢你的收听哦 还有你的收看拜拜 拜拜